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一開始先歡迎我們的嘉賓 來一同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前資深外交官 借文貴老師 思敏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副研究員接種老師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 各位來賓大家好 美國共和黨前亞太區主席 方恩格拉斯 大家好 好 觀眾朋友我們持續要帶您來 關心的是在本月14號發生的 這一起量成兩死的事件 外界現在也持續在追問 這起事件的錄影畫面 到底說何時會公布呢 要來把真相完全的釐清 好 我們帶觀眾朋友來看到 現在針對這件事情呢 最新有哪一些消息了 海巡署在今天上午發表了最新聲明 海巡署的CP-1051艇 沒有配備全船的監視系統 執行的時候需要同仁 以各級的艦船艇配備的手持式 攝影器材來蒐震 但是這個蒐震的器材是放置在架槍的 海巡署還說沒有能夠全程錄影 不會影響到它的真實的真相史末 那到底有沒有發生碰撞的部分 金門地檢署說不能證實有 也不能證實沒有 好 到了這個海巡署這邊的說法是什麼呢 是說在高速的追逐下船身有多次的接觸 好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這個說法一直都不太一樣 壓力現在已經持續爆鍋了 是要爆炸了嗎 我們來持續看到是現在不只是對岸不滿 台灣人的部分也沒有辦法接受 海委會主委管碧琳說 接下來如果說碰到大陸的船隻登船 轉彎就好 再不然你就可以通知海巡 管碧琳稱這個叫做SOP 現在網路也炸鍋了 大使稱叫做義和團的海委會 大使我們來持續看 這個管碧琳現在有這樣子的一個說法 說不要停船 可是大家會想說 會不會引發所謂的這個巨檢的爭議 這樣的事情會不會鬧得更大 你怎麼看 這個大陸的這次漁船的這個例子 就是一個鐵血淋淋的例子 它就是拒檢 最後造成兩條人民傷亡 那意思是說我們台灣的漁船 也要效法大陸的漁船是不是 也拒檢 然後產生差狀 然後呢 到時候造成人命 那這個是我們海委會的官員 這是一個負責任的一個說法嗎 這個另外 這個還要探討專不專業 在國際上任何的水域上 遇到公務船的話 大家都要接受檢驗的 這是海洋法的裡面非常明確的規定 雖然你水域中間有爭執的話 可是你為了執行公務 因為這個地方的話 基本上海洋法的話 12海里之內是主 等於說是領海 是絕對的主權 24海里 12海里到24海里這叫林街區 這個連岸的主權國它有什麼 它有行政管轄權 行政管轄權 這個包含的項目非常多 漁業的部分 這個所謂的這個海關的部分 還有這個環境保護的部分 各種理由它都可以實施這種行政管轄權 所以基本上的話 沒有國家叫人家的自己的船 在這種敏感水域裡面 對面臨的公務船 採取這位 這個我乾脆叫他說是 現代義和團的一個官員 對自己的漁民做出這麼 自己的國民做出這麼危險的建議 是 對不對 你才發生金門的漁船翻覆事件 就是一個例子 還要再叫我們效法大陸的漁船 做這種事嗎 對不對 那你看看我們的 我們的海巡署的執法的方式 你覺得這樣子是很專業嗎 別的不要講了 第一個你在執法中間 你的SOP到哪裡去了 全程錄影的這個要求到哪裡去了 可以說 這個不是為了保護對方 是為了自保 這個所有的執法單位做全程蒐證 都是為了自保 連自保的行為都不做 請問一下這個海委會主委 還好 海委會主委 你還不曉得自己的單位 犯了多大的問題 今天這件事情 今天我們已經第八天了 到現在一件一件事情才 真相才一步一步講出來 你一開始為什麼不講 為什麼一開始你就講說 我當時就是這個情況 我沒有錄影 那為什麼八天以後才講呢 另外現在講出來 高速追逐下 高速碰撞 我們才知道有碰撞 為什麼這些真相 都要經過這麼長時間 才能夠向外放 你一步偵查不公開 請問一下 這個偵查不公開 是誰在講的 偵查不公開 應該是地檢署在講的吧 我都是聽到行政部門在講 所以我覺得這個過程中 我覺得我們自己的SOP 海委會的SOP 我覺得既不專業 又不負責任 任何執法過程中 都可能都有瑕疵 可是你隱瞞 你把這個事情鬧得這麼大 現在雙方民意高漲 互相攻擊 兩岸關係又走到一個 新的一個衝突點 這個都是因為處理不當造成的 我不是說海委會的 那個零檢傳的問題 而是事情發生以後 在管閉林的這個 這個單位的反應過程中 真的是把小事搞成大事 是 兩個重點 全程搜證 這個錄影畫面 現在確實是沒有了 有沒有碰撞這件事情 今天在第八天 大家才稍微比較明朗一下 我繼續請教老師怎麼看 這個有沒有碰撞 也說不清楚 注定羅生門 我國現在要如何來 強力捍衛自己的司法立場 你怎麼看 確實屬介大使所說的 沒有錄影本身就是一個 很嚴重的問題 然後更糟糕的是海巡 我們相關大約在第一時間的反應 其實已經涉嫌隱匿了 已經涉嫌隱匿了 這個隱匿的結果 會使我們其實喪失 對這個事情的解釋權 因為以後我們任何官方的調查結果 對方都有 各方都有可能去質疑他的公信力 在這種狀況下 我其實滿擔心 中共接下來會不會特意把它倒下 是我們執法過當 造成大陸民眾傷亡 如果中共刻意做這樣的操作的話 說不定中共就會以這個為藉口 為了反映他們內部高漲的民意 他說不定接下來他不會就此停止 他甚至有可能在我們禁門 甚至其他外離島的 進限制水域裡面 說不定就會來進行 他常常進行的漁民 民兵 跟海上直靶單位的聯合維權操演 並且把這個操演區 就劃到我們進限制水域範圍內 所以海巡署的這種做法 很可能讓我們有理變無理 更重要的是他勢必已經對我們 在這個事情上的話語權跟陳述權 受到了嚴重的傷害 如果中共接著要做進一步的操作的話 這其實是他們一個很好的藉口 話語權可能會受到嚴重的破壞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是在20日的時候 兩名生還者返回在大陸的之前 他依據我方的法律必須要簽一個 是海巡署的遣返人員證 中方他卻表示沒有被授權 剛好這個時間點其實是在王毅 他在近日參加的慕尼黑的安全會議 好 特別提到的這件事情 他說是中國的內政 請教Rus怎麼看 我們看到這個金門海域的這件事情 壓力過現在炸開了 但是王毅他的措施還是相對比較輕鬆的 就是說了這是中國的內政 你怎麼看 可能因為他在國外 所以而且他很忙參加這個慕尼黑的安全會議 所以可能沒有時間跟北京那邊討論 該怎麼回答相關的問題 所以他用這種 其實如果把王毅的會議跟我們在台灣的熱烈討論 做比較的話 他的確是比較冷靜 理性的來處理這件事情 我們在台灣各個中文節目都已經在討論 或者批評海委會主委等等 所以某個程度上 中國就是在尤其是高層包含王毅 他們是在旁邊看而已 然後看台灣 我們在台灣這邊互罵對不對 所以他們可能會等這幾天才會有比較正式的會議 我認為 但是他們已經有的動作 譬如說本來是禁止血雨不進去 那以後真的是 我認為是變成一個新的常態 所以以後 這個是台灣要面對的重要的問題 是 除了王毅表態之外 我們來看到美國這邊也有一些表態 兩個人我們來帶大家看到 是第一個 是看到的是國安顧問蘇利文 他說了句無關痛癢的 他說維護 他還和平穩定 再來看到另外一位 是相對重要的一個 國務院的發言人米勒 他也說了 他這次說的比較有玄機 他說正在密切的 畫面上您看到 關注北京行動並呼籲 好 這邊特別用到的字是 這個呼籲克制物片面的改變現狀 特別請教Rus 這個米勒用了克制 還有誤判等外交的一些字眼 怎麼解讀 你說是外交 我覺得是官方 就是一大堆官方說法而已 我相信美國沒有很深入了解 整個事件發生 還有以後這幾天到底有發生什麼事情 其實對美國來說這是一個小事件 所以美國就是希望 希望小事件不會變成一個大事件 這個應該是美國的立場 但是相關細節我相信不管是國家安全顧問 或者國務院的發言人 相關細節他們根本不懂不了解 也不會花時間去了解 好 我們繼續來看下去 這是我方的特定人士 密切的進行配合的一個媒體 路透社 我們來看到他在去年的時候 2023年曾經表態說 5月天被逼表態 卻又沒有引述消息來源 這一次又有另外一位是這個 不具名的台灣資深安全的官員 他怎麼說呢 他說中國無意讓驚嚇海域的爭端 演變成一宗國際事件 他還說北京以這起案件為藉口 進一步要對總統賴清德來施壓 好 大使你怎麼看 這一位官員這個時候 對外媒說這一些話 你怎麼解讀 我覺得這個是常識 對啊 這本來就是 這沒有第三方 那跟第三方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那就是說這個是一個民事事件 只是說官方處理的問題 官方處理的態度的問題 任何這種事情 在國際上發生的也很多 你知道國際上 在水域上的法律規範 不管是案例法律的話 非常完備的 這種事情非常的多 你說一個海巡署的 海委會主委是叫我們漁船說 接受這個公務船的領檢的時候 你不要理它 這個是全世界的笑話 對 那這一次事情發生在台灣 台灣的漁船跟大陸的 這個我們大陸的漁船 跟我們的執法單位之間的話 只有兩個當事人 那跟國際有什麼關係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官員講這個話 我第一個 這個也不是什麼大題目 對不對 那中國大陸本來他 基本上他就 本來台灣的事情 他就是所有的事情 他都不認為都不應該國際化 是他的基本的立場 這個我覺得不是一個很突破性 很重要的一個論述 那不過這件事情我覺得 這個基本上我們也不要把它搞成國際化 好像我們想借機聲勢一樣 對不對 本來這件事情就是相關 就兩岸能不能關係能夠和緩 不要衝突對立繼續升高 對我們有利 難道我們要把它繞成國際大事嗎 所以這個就有一個陰謀說 就是這樣子 就變成就是說 這件事情本來可以很簡單處理的 為什麼到了第八天 才把一些真相被逼出來 這很容易解決的 而且你連人道主義的關懷都沒有 一開始都沒有斬 而且你看這個 你看這個很多這些 有些人就是說 我們的民間反應跟大陸的反應 在這個網路上越吵越高 那這件事情的話 如果說你想 曾燕把這件事情鬧大的話 變成一個國際事件的話 然後藉機要凸顯 兩岸之間的衝突性 跟兩岸之間的這種敵對性的話 那你就會把這個事情一直怎麼講 不處理 除非有人就有這個陰謀說 那你就把它鬧大 鬧大就除了就不是兩邊的事情 還有第三方 第四方 最後變成國際事件 對不對 那所以我就覺得 他這個講法反而讓大陸認為就是說 讓國際認為大陸沒有要 藉這個事情真的鬧事情 到底誰想把這個事情鬧大 對不對 大陸事實上 王毅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事情大家不要管 我們處理就好了 是 你通常你這種雙方兩兆的糾紛 你想把它鬧大就是 把大家都扯進來 問題就是說這種扯進來 對兩岸有好處嗎 是 我同一個問題請教老師怎麼看 這個美方他 俊錡開始有一些表態了 不過中方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國安官員 這個匿名的國安官員 他說的這些話 又要想要降文嗎 還是怎麼樣 你怎麼解讀 我覺得蠻贊同大使剛剛的說法 中國大陸對於涉及台灣兩岸的問題 他本來就是希望他最好是變成一個 國內的一個爭議 他自己內部的爭議 他本來就不願意把兩岸的問題鬧過計畫 所以這位國安官員的判斷 其實坦白講只是重申就調 只是重申就調 但是我確實有注意到就是說 我們的國安單位在這次事件中的反應 確實我覺得值得檢討 並沒有做到所謂的防患與未然 這當然幾個原因 第一個可能因為這事情 確實是個突發事件 確實是意料之外 突然之間發生了一個意外事件 而且我現在非常懷疑 我們相關的國安單位 在第一時間是不是 並沒有真正掌握到實際的狀況 就是海巡署有沒有單位 甚至可能在第一時間 甚至連對上級也有隱匿的現象 我覺得這個都要去釐清 第二個就是雖然說大家都預期 包括我們的國安單位都預期 可能選後中共會對我們台灣 有一連串的施壓 但是可能在過去這段期間 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軍事跟經濟上面 所以對於這種海上突發性的意外事件 相對而言就原本就沒有那麼重視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也低估了 我們中共這一陣子 在對台灣推動法律戰的這種決心 然後也可能受到2月14號 事發當天的晚上 國台辦第一天聲明 也可能對他們造成一些誤導 那天的聲明雖然說有一些比較 看起來有強烈的措施 但基本上跟以往國台辦 在面對這種意外事件的基調差不多 不像17號 一下子說不承認進先制水域 一下子說要趕快放傳放人 然後又說保留所有行動的措施 所以14號看相對於17號 14號的聲明確實比較緩和 比較符合以前的常態 這也可能對我們的國安單位 產生一些麻痹的效果 以至於後來當中共翻臉 開始採取這個強硬措施的時候 它有點措手不及 是 一兩分鐘的時間 我繼續請教大師 剛剛老師特別提到 這個國安單位的部分 您怎麼看 這一次真的是沒有接收到 這麼多的資訊嗎 我覺得國安單位基本上 很多做法讓人覺得 會懷疑他到底他想借這件事情 要達成什麼樣的目的 有一種說法就是說 想要借這個事情 上兩岸之間的這個 所謂的各種管道的交流 把它恢復正常 逼著中國大陸 跟我們的相對單位 執行直接的交流 有這個說法 也有這個可能性 不過這個很難證實 你今天去問國安單位 他也不會承認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說 你可以很快在第一時間 把這個火就把它滅掉 不會到現在鬧的這個火 越燒越大 對 最後中國大陸也開始 登船林檢我們的觀光船 然後中國大陸也明確的講說 不承認有這個禁制區 這些都是說 基本上能夠在第一時間 能夠把它做一個很負責任 或者說怎麼講呢 一個透明的一個調查程序 而且要掌握時間 不能夠拖到七八天以後 這些事情才出來 我不相信這件事情 到了第七天他才知道 對不對 才知道我沒有錄影帶 我認為可能在七個小時他就知道了 那為什麼到了第七天才講出來 然後這個碰撞 高速碰撞這四個字 在過去從來沒有出 從這個官方口裡相關單位出來 我難道經過七天才知道嗎 所以這個問題 為什麼要隱秘這麼多事實 我也說隱秘是可能的 我沒有說他完全隱秘 因為他有可能真的內部溝通有問題 或者說就是一個非常沒有經驗的團隊 那問題就變成就是說 你如果七八天以後跟七八小時 就把這兩項簡單的事實講出來的話 那今天的情況不一樣 那當然就是說 任何如果說我們就假設了 今天是我們的執法單位 在國內執行一個法律的時候 它也造成人民傷害的時候 政府能夠用這種態度處理 對不對 還說我偵查不公開 這個不是很奇怪嗎 我另外就是說管碧玲這個建議 給我們的船子的建議 我覺得是在用我們人民的安全 來換取它政治目的 我不曉得它的目的是什麼 你任何政府都要人民的安全為的 你要在海上 你今天說我們就不要理它 我們就怎麼樣 中國大會海警船可不是十盾 中國大會海警船都是上百盾 對不對 你要我們的漁船 我們的這些船隻跟它對抗 然後這個是一個非常不負責任 不專業的意見 是陷我們人民 於安全 生命安全 生命這種風險之中 這個官員怎麼做這種建議 我覺得太離譜了 是 謝大使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地人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動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大戰線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大戰線